詞曲 李宗盛 笙 somethin着 Guy室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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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孤愛救 求天子彼 水族萬世驚 沉香後 楊荒荒凝 風雪乾 楊草荒荒 莫彩竹 楊草荒荒荒荒荒草草草草草 天尊你听 下届敬乐国王 又向我们祈祷了 是啊 他九子兴切 这也无可厚悲 如此说来 咱们就刺其一子如何 未尝不可 他在下届也算得上是一个有道的明君 而他的妻子善圣皇后 也是一位富得其辈 母仪万方的好皇后 得以子嗣理所应当 那么以天尊之义 上届先般中 哪位可以下王投胎啊 此乃为玉帝所开之金口 若以此标准 恐不易寻获 果然如此 看来 非得由朕分灵而下啊 如此甚好 这也是他们应得的福分 好 那分灵之术就有劳天尊了 岂敢 理所应当 不过 此次出事 往后一夜悲凡 不可限量 我将亲自调教 不仅使靖热国一方随徒 得其恩惠 竟而使其得责 广批四法 玉帝 你看着 好 那就一言为定 朕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玉帝 无忌将前往靖热国 将奔铃赐予善胜皇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臣妾有喜了 皇后,你怎么不早说呀 臣妾也是,这两天才感觉到的 皇后,你坐,你快坐好 臣妾不敢 不要紧,你赶快坐好,别累着了 天哪,朕终于有后了 终于有后了 陛下,陛下,陛下 起座陛下 紫霞宫那边有消息了吗 回陛下,好像快了 时候也不早,摆驾紫霞宫 恭喜陛下,克喜陛下 两两千岁,刚刚才下一位灵儿 平时,同喜同喜 万岁 恭喜陛下,克喜陛下 您看,殿下生得多好 万岁 万岁 专家 先生 天地之間為什麼會有生命 為什麼凡是生命就必然死亡 生者何來 死者何往 老臣不知 望殿下恕罪 先生 你是奉旨來教我讀書名理之人 近來為何許多問題我都得不到答案 臣起殿下恕臣無能 殿下近來所追求的 乃是那些薄學鴻辱的大人們 窮其一生而不可得的大學問 臣的這點粗淺之事實難生認死 那我究竟應該去找誰問呢 我這 太子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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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裴子殿下 尋 felic 尋áb義 尋第三 半smith 尋居然 幹了 尋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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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宫外的百姓 都是过着这样的日子吗 太子殿下 你现在所看到的 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 还有许许多多不公不义的事 正等着你去扫兵 我 不错 就是你 如今的世道是妖魔当道恶鬼横下 而斩妖除魔框不正 造福万邦就黎明于水火 则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 非你莫属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啊 太子殿下 你不要着急 待我给你指引一条名论 你必须放弃王子之尊 动身前往当山修炼无极上道 待到功德圆满之时 便能除尽妖邪 得批四方 侧妖邪 雅 不能 能不能 如果没有我 那 6000元 말을都悶了 禅心 那边 哦 不和 伍当山 我要去伍当山 是啊 我要去伍当山修炼无极上道 我要去伍当山修炼无极上道 就黎明百姓于水火之中 给殿下请安 殿下 该用早膳了 进来 殿下 公儿姐姐 你说这宫外的老百姓 是不是也像我一样 犯来张口 依来伸手呢 百姓哪有那么好命 东西都是要用钱买的 如果没有钱 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怎么过日子 钱 钱又是什么东西呢 钱 钱就是银子 银子 银子到底长什么样呢 你待会拿些过来让我瞧瞧 是 皇儿 你真的欠你父王和母后一不顾 执意要与武当山修道吗 我真不明白 你在宫中哪一点不好 是朕和母后不疼你不爱你 还是你在宫中受了什么委屈 锦鱼玉石一乌百落的太子你不做 非要到那离家万里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中 修什么道理练什么术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们对你的养育之恩 还有没有禁热国的承命 父皇 母后 儿臣就是为了要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 才决定要上武当山修道的 皇儿 此话何意 儿臣知道这样做 你们会很伤心 但日后 你们必会了解儿臣的这一番苦心 而臣的责任不仅仅是使我禁热国一方水土臣民得益处 而是要斩尽妖魔 使普天下苍生同受恩责啊 不要说了 朕不管你怎么想 朕就是要让你留在宫中好好读书做好太子 日后接掌王位 这是朕的旨意 父皇 父皇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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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祈祖陛下,大大事不好啦! 什麼事?慌慌張張的! 祈祖陛下,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太子怎麼了?快說! 祈祖陛下,太子殿下離...離宮出走,去下不明! 而且,我的老人怎麼了? 你問他! 祈祖陛下,祈祖陛下,娘娘千歲! 快說,我皇兒怎麼了? 比娘娘,太子殿下離宮出走,去下不明! 我...我的... 祈祖萬歲,娘娘,太子殿下離宮之時,留下書簡易封 請萬歲多目遇到! 快成長! 尊子人! 尊子人! 父皇母后在上,兒臣遁守於足下 兒臣此去,乃是在必行之舉 因兒臣決心已定,修道不成,事不罷休 為產盡天下不平,為黎明蒼生 非入山修煉,難以擔此縱責大任 也是報答親恩上上之舉 他日相見,二老必由我這樣一個兒子 而感到自豪 兒臣此去,還望父皇母后 復必差人尋找,以免徒勞 兒臣,再次共祝父皇萬歲萬萬歲 母后千歲千千歲 你會不會死 大哥,你看,咱們魔界的傳聞真的沒有錯 那晉二國的太子,真的要到武當山去修道了 是的 要是讓他修煉成功的話 那咱們摩戒就有如靈日了 其次, 恐怕要靈禍短 乾脆現在, 我就去宰他 老弟, 不行 萬萬不可 此子實非凡平 據說是玉皇大禮分靈 這萬一弄不死他的話 恐怕麻煩就大了 與你, 與我恐怕不利 大哥, 那依你又當如何呢 你可別忘了 咱們可是在中央面前誇下海口 此事如果不成 那以後我們再謀劍, 還怎麼混呢 依我看來 這件事, 只可用智 不可用強 用智, 如何用法 老弟, 你想想 此人雄心勃勃 豪奇萬丈, 求道心切 但他畢竟只是個太陽之身 且不說修令道樹時的 冠斑青土 是被人體所能承受 只要他在路途之中 我只要越是相機 就能讓他知難何反 從此打消, 修道之滅 大哥, 那你有什麼妙計 老弟, 突然上來 好, 大哥, 請 吃雞聖妙 大哥, 真有你的 那咱們兄弟倆 就動手吧 好, 大哥, 請 娘, 你再忍耐一回 咱們很快就到了 儿啊 娘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 可是娘也怕你累了 咱们还是先回吧 是 娘 您坐 娘 孩儿不累 再多半天的入城 就能够早在大夫对您治病 傻孩子 娘是心疼你 娘的病 娘知道 娘怕倒不了大夫呢 娘就不行了 娘是怕累坏你了 娘失眼不迷路了 娘 娘 儿儿 求你别再说了 您一定会好起来的 一定会好起来的 娘 这位小哥请了 在下这乡有礼了 这位公子有礼了 不好意思 我娘这回有病在身 我急着带她去见大夫 不管你有什么事 情能让你路 娘 我们赶路 小哥您误会了 在下是看您二位母慈子孝 十分的感动 老妈妈的病又这么的严重 如果单靠您个人负重固行的话 岂不耽误了老妈妈的病情了吗 那有什么办法 我们穷人家只能靠着双腿 不向你们附加此地 出门在外可以骑马坐轿 这位小哥 小弟愿意把在下的马送给你们 我让你们尽快地求诊就医 这 实不得 实不得 这位公子的生气 咱们心领了 可是 这匹马 咱们可千万不 不能要 快快快 这把老妈妈扶上马背 你要耽误了救人的时间 那些公信部的手密 多谢公子 您快 这人要紧 多谢公子 我不需要客气 就人要紧 走 走 不需要客气 不要紧 我不需要客气 这人要紧 我不需要客气 老弟,你坐得倒挺舒服的 下来 老大,你怎么把他放了 现在还要他做什么 这回他没得能做棋 此去武当山路途遥远 就凭他那种身子管服 我看不用三天,他就得打退堂 嘿嘿嘿,对呀 但是,他要是不回头找办了 那咱们就一不自我恶不消 彻彻底地断着他的身路 看他怎敢不回头 哎 老大,那你有什么主意啊 老规矩,傅儿上来 啊 你少给我废话啊,别给我装帅 今天这个账本大爷我今天是要的了 你是有也得还,没有也得还 不然,不然别怪大爷我心狠手啦 啊 大爷,我实在没有潜力叫拿什么还 我求求你 回去就禀告大老爷,请他开开手 宽限我一段日子啦 住口,如果能宽限,还用得上我来吗 我告诉你,你今天是有钱还最好 要不然 我就把你这个小孙女 卖到烟花巷去 我想,你也值得几十两吧 怎么样 使不得,千万使不得啊 我儿子媳妇已不在人世间了 我老板跟卧币在床 小孙女又小 肚定靠我照顾她 我哪有时间,回出赚钱 我欠你的贷 我一定还,一定还 不过 像你这样的讨债法 你叫我们这么活 我欠你 开开恩 可怜可怜我们吧 你的死活我管不着 你少他妈的跟我哭天妈的 今天大爷我就是要钱 没钱交人 两条路,你自己选一条 好 就算是我欠你的钱 你也不能不讲理 当初是因为是闹回你 我家老板病倒了 没有了收入 才会恳求你家到老爷借我三两银子 这群群三两银子 你为什么要抓我小孙女去抵贷呢 放屁 三两银子 哪是半年前的事情 现如今 你努力加力力补力 你都变成五十两 废话少说 教人 还是还钱 天啊 爹 爹 这个是吃人的爹王带 我的小孙女 爹 好啦好啦 死老头 我不想听你啰哩巴说 走 正主 清贫世界朗朗乾坤 你如此蛮横欺压善良 你眼里究竟有没有枉打 你这是在跟我说话 看你年纪轻轻的 而且 还是个富家子弟 我看 你还是少管闲事 再说 本大爷的闲事你管得齐吗 路不凭有人产 事不凭有人管 天下事天下人管得 你为虎作仓欺压善良 为什么我就管不得 好好好 你想多管闲事是不是 这可真是良言难劝该死 你既然喜欢多管闲事 这好那我就成全你 今天你只要能替他们把债还心了 这件事就一笔勾销怎么样 好 一言为定 他们欠你多少钱 不多不少 五十两 五十两 怎么样 害怕了吧 还是那句老话 少管闲事 郑公子 这可是阎王灾 老人家 我们别担心 有什么可怕的 本公子向来说话算话 这些银两够不够 够 够 太够了 银子给你没关系 但是你得说话算话 拿钱放人 放 放 我是拿钱放人 两不相欠 往后不寻找他们麻烦 是 是 这件事已经一笔勾销了 你这个死老头 你今天是走的什么狗屎运 这么多银子 都有人能替你还 我说这个公子 可真是一位乐上好施 祝人为乐 热心肠 公子 你可不可以也帮兄弟我一把 如果我给人家赌钱 输了二十两 你是不是也能替我把他给还 少废话 你快走吧 对 对 我走嘛 生什么气嘛 真是 多谢公子大救之恩 老人家 您快别这么说了 不好意思 公子 您看 老汉我家贫如喜 就是想秦林到寒舍吃个便饭 也没办法 这 我 我 老人家 您千万不要客气 我只是做了当作之事 不足挂齿 我还要赶路 你以后要多多保重 我走了 公子 好走啊 我现在也是一文不明了 大哥 这渣小子又上了咱们的道 可不是 这下可好 现在他一文不明 生无掌握 周围他要上武当山 我想他真是在做 做梦 武当山神前来听旨 小神叩拜天尊 山神听旨 下届靖国王子 正与前王武当山修炼武姬上道 这一路上要多加照看 不得有 遵旨 小神一定会好好照顾王子 绝不会让他受到半年委屈 不然 不然 你无需对他百般呵护 吃苦 受罪 乃是他必修的科目 你只需做到两件事即可 其一 在他而言 此去武当 路途遥远 官埃周周 极易别度 你要给他指明放下 是 其二 他现在身无分文 一平如洗 无论他如何饥寒交迫 你都不要管他 但在存亡绝续的锦要关头 你可对他伸出援手 但是 也不要给了太多 够吃 够用 足以续命就好 知道了吗 是 小神谨记在心 还有一事小神请旨 据小神观察 龟蛇二妖 一路上对他横加损盘 小神是否可将此二妖镇住 以立其通行 不必 此二妖作怪如何应付 这也是他必修的功课 将来要让他自己去将此二妖收服 你不必多此一举 请遵法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往武当山 该往哪条路走呢 此处离武当不远 公子可顺这条路一直往前 数日即可到达 多谢乔哥指点 不用客气 公子小心 一路保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好 大哥 机会来了 我现在就去战着他 嗯 不急 咱们先把他的衣服扒光 我看他怎么样上山去修道 大哥就是大哥 头脑真灵光 大哥 起 现在他的衣服被我们扒光 我看你怎么样去修道 ding 喝 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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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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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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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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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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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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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